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照片產生器 那我們是用這個軟體 這個也是免費的自由軟體 叫Photocab 那你去Google的時候啊 Google一樣直接可以找到它的論壇 你從論壇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是它的官方網站 就是發明的那個老師的網站 這邊可以直接下載 然後還有說啦 那免費版就是個人可以使用免費版 自己家庭照片邊修啊 然後如果你是商業或者是營利的話 還好我們都沒有營利 請你自己要跟他買 所以原則上我們教育用途 沒有那個是免費可以使用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下載 這邊有版本 正體中文的版本 好那我們這邊就不下載了 因為我們的電腦已經裝好在這邊 有一個蛋裡面有一顆 有一個螺子 那請各位就是 把你剛剛下載好的照片把它解壓縮 把它按右鍵7日和解壓縮 然後我現在是把解壓縮放在這邊 解壓縮好了放這邊 好把照片解壓縮 然後把這個Photocab把它打開 來 那它有一些功能 我常用的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做海報 像那種有雜誌封面的海報 那它就會有這些板給你套 那你就隨便找一個板 比如說你要像那個看雜誌這樣子 那你只要把照片丟一拉進去就可以了 好 它就會看起來就像那個雜誌封面 好 然後有一些PTA 其實做大海報也蠻好用的 然後小朋友第一年級要做P圖 那龍太琪就是把很多很多照片 把它用類似PTA的方式 組合成一張大型的照片 近看看不出來是什麼 遠遠看才看得出來那個長相是什麼 這樣 那因為我們今天準備照片不夠多 好 那所以還有現在很流行的桌遊 各位班傑老師如果你有在帶桌遊 然後想要發明一些桌遊遊戲的話 這裡可以做POOC牌 做POOC牌 那你只要把你的班傑的照片丟進去 或者那個桌遊的那個 有沒有 它這邊會自動產生每一個點數的那個牌子 那你只要會載入照片 就是把那什麼功能的照片放進去 或者是把班傑照片放進去 你就可以做那個班傑的畢業紀念的POOC牌 或者是那個桌遊用的POOC牌 所以它有些東西像 還有全班可以做桌遊歷啊 要洗照片也有 它可以那個大頭照 要洗什麼幾層幾個 這個都有 都可以選 那我們今天重點不是在那邊 我們今天重點只有這一個 這個叫縮圖頁 那縮圖頁以往 因為我們縮圖相機用久了 那個照片大概很少會去洗 那有時候要找照片 開店好像也很麻煩 所以有一陣子我會做縮圖頁 把那個我整理好的 每個資料夾的照片 做一個簡單的縮圖 那一張A4可以做很多張的縮圖 就像類似鎖影的頁面 這樣會滿方便的 那我們做成果呢 也是利用縮圖頁 做成果也是利用縮圖頁 那請各位老師先把這個Photocab打開 然後把你的照片解壓縮 那我們再繼續